台南市智力打造力能城市,但面临供电挑战,南科供电需求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些矛盾、待解。 究竟要如何化解争业呢?有无可行解决方案呢? 台南市府长期以来智力于打造力能城市,设有全国唯一的沙伦力能科学城示范场域,是全国第一个订定低碳城市自制条例的县市, 而且它的绿电总设置容量已超过4.5级瓦,位居全国第一,绿能已成为光荣城市的标章和优势。 所以有民意代表及学者指出,南科管理局已经澄清南科并不缺电,南科环平核定的供电额度是3.29级瓦, 而目前南科实际用电兼峰值才2.28级瓦,而且当地已有丰德电厂新进扩增的1级瓦电力, 加上台电也同意从新达电厂新增两条输电线路到南科。 未来南科可由新达电厂直接供电,此外台南七股也有2.0级瓦太阳光电, 所以应无必要再新建天然气电厂。 但南科真的不缺电吗?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10月于立法院报告, 未来政府电源开发规划除再生能源外, 政府已规划建制低碳新型燃气机组作为桥间能源, 若能依规划上线,台湾就不会缺电。 所以南科管理局说不缺电,是要电厂盖好才不会缺电。 然而目前台湾所有规划,即新建中之天然气电厂, 包括高雄大林电厂、苗栗通销电厂, 还有民营的台中中家电厂,及台南九威电厂, 目前计划推动都不如预期。 未来国家供电系统岌岌可危。 台电承诺从星达电厂拉砖线至南科, 但星达至南科涨达42公里。 传统345kV线路经费需450亿元, 且工期需10年以上, 基于经费及工期考量。 台电系采161kV包覆式的地下管线埋设电线输送电力, 但如此虽加速工期,且施工费用可降至约200亿元, 但将造成约30%的供电线路损失, 所造成电力及成本损失细有全民负担。 电厂就近盖载用电负载中心, 有助稳定区域电网,降低停电风险, 且可减少输电线之开发成本, 亦是友善环境之措施。 有学者指出, 大型资料中心如Amazon、Microsoft等都承诺使用绿电, 半导体大厂如Nivitia、AMD等业者也加入绿电行列。 依目前环保趋势, 全球科技巨头已纷纷加入RE100倡议。 也有学者认为,台积电已经加入RE100的倡议, 承诺在2030年提高绿电使用占比至60%, 在2040年达到使用100%绿电的目标。 换言之, 未来台积电必须自备绿电, 所以台南急需的是绿电, 而不是火力发电厂所供应的灰电。 再生能源受限于天候无法24小时发电, 而燃气电厂具互补功能, 且机动性高, 可稳定24小时发电, 为避免电网瞬间压降或当机。 发展再生能源之同时, 必须要有天然气机组来配套。 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趋势, 而天然气发电是世界公认外向净零碳排之桥间能源。 最先进的天然气电厂皆具燃氢之能力, 未来可逐步改用氢能源, 并搭配碳补桌技术。 逐步迈向净零排碳目标, 如前面所说的, 绿电是需要天然气电厂作为备源电力的。 世界大厂来台新建资料中心的前提, 是需确保拥有稳定的电力。 欧美大型资料中心为确保稳定的电力, 大都规划使用核能。 但台湾目前要使用核能仍有些议题需化解。 因此, 新建天然气电厂是确保绿能稳定供电之唯一选项。 毕竟其他替代能源, 如储能、 低热、波浪发电等, 以目前的产能及技术, 皆无法及时递补绿能停板时所需的电力。 而天然气电厂机动性高和稳定24小时发电, 可与再生能源相辅相成, 及时备源。 今年夏天康瑞台风过境, 所有绿能瞬间停板时, 台电就是使用可快速启停的燃气机组作为备源。 10月31日16点42分时, 火力发电占比达94%, 其中燃气发电就占52%, 也有学者担心依照国家能源转型的政策。 2050年绿电占比将达60%到70%, 因此绿电占比将逐年提高, 同时火力发电的占比将逐年下降。 然而依经济部全国电力资源工序报告之规划, 未来十年内会净增加燃气机组约17.8级瓦, 届时恐有大量燃气机组闲置。 然而这些担忧应属多虑。 如前所述, 目前政府所规划中的电厂, 进展皆不顺遂, 未来十年内新建的装置容量未必如预期。 若AI产业等高用电科技引进, 用电需求会超出预测, 届时再生能源占比欲高, 将造成更高的供电压力, 更脆弱的电力系统, 因此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备源电力。 但居民最大的担忧是天然气电厂的兴建, 可能会产生公安、空污、噪音、排热等问题, 而对当地环境造成严重的冲击, 而危害居民的健康, 以及生命与财产的安全。 然而,其实天然气电厂并非高污染设施, 依政府法规, 电厂必须依法进行1.2倍的空污排放体换, 不仅不会增加当地的污染, 反而有助于减少排放, 天然气电厂在设计、建设和运营过程中, 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确保其安全性, 不论设计、施工及运转技术上皆已征高度成熟, 且需遵循国际标准, 并由政府严格监管, 以确保安全无余。 电力及城市竞争力, 稳定的供电是任何城市规划的基础, 也是AI大厂来台设厂之重要考量。 台南是台湾高科技经济发展的重镇, 随着半导体及AI产业聚落进驻, 未来用电需求势必大幅增加, 确保供电稳定, 才可支援区域长期经济永续发展。 国际上不乏天然气电厂毗邻城市中心, 与地方共存共融的案例, 例如美国帕萨蒂纳格伦纳尔电厂, 新加坡圣诺哥电厂和日本流井电厂等, 皆紧邻住宅区、医院、学校。 能有效提升区域的经济发展, 是城市电厂的成功典范。 综上所述, 拥抱力电更需有其他备员能源, 否则当再生能源瞬间停摆时, 会发生类似美国加州大停电事件。 天然气电厂可协同再生能源, 携手迈向净排碳的目标。 而电厂也应与居民及当地厂商加强沟通, 以消除不必要的误解与担忧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, 欢迎提供您的看法,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 谢谢观赏。 下次再见。